大家好 开爱车Tesla Model 3通勤还分心拍影片 这位美国特斯拉车主Paul文说他开启了自驾系统 影片中脚没有踩在刹车踏板上 双手也离开方向盘 但没有想到就在5月初特斯拉的自驾系统很可能是让他撞车赔上性命的原因 调查结果显示这位车主当时同样是开启自驾系统开在公路上 但却完全没有避开已经翻覆的卡车 这已经是美国第四起涉及特斯拉自驾系统的死亡车祸 大陆也有意外 一辆特斯拉高速冲撞前方货车 车主是当场死亡 特斯拉的车你看整个司机位都没有了 当局还在调查是否也是和自驾系统有关 但还有一起是才开一年多的特斯拉 却是刹车失灵 我是去年4月份买了这辆车 然后一直都是我在开 昨天下的班比较晚了 我就开车回家 就马上要到我车位的地方 不然间就踩不动刹车了 女车主吓坏了 说当下踩不动刹车也不敢转弯 还好车速并不快 最后是直直撞上了地下停车场的墙壁 尽管特斯拉人员表示 很有可能是地面太滑 但是这次的恐怖经验已经让车主有阴影 不敢再开 自驾问题不断 但是创办人马斯克说会继续推出自驾系统升级版 也在推特上表示正在抛售比特币 至于让比特币暂时跌破了4万5千美元的价位 TVBS新闻总和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 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